大家好,我是阿灿 往大美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真没想到有这么好吃 营养又美味 自从学会了这个做法 我家就不吃包子馒头了 三五天就吃掉一袋大米 怎么吃都不腻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大美倒入大碗中 大美的多少我们要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 再往大美里面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把大美给它淘洗一下 现在的大美都比较干净 只有少许的灰尘 只需要稍微给它淘洗两遍就可以了 洗干净后再把桃美水给它倒出来 桃美水不要浪费 听说可以用它来浇花或者是洗脸都非常的不错 然后再次往大美中倒入清水 把大美放一旁给它浸泡20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口感更好 20分钟后再把大美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然后再把大美放入电饭锅中 再往大美中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香油煮出来的米饭更加油亮滋润 吃起来也更香 然后再往大美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大美都能充分的裹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就可以了 这个比例蒸出来的米饭不软不硬刚刚好 然后再盖上盖子 直接按开始煮饭键功能 大概30分钟就煮熟了 接下来再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厚一点的片子 再切成条 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再盖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西胡萝卜 同样也先切成片 最后也给它切成丁 切好再给它盖入盘中 再准备一根腊肠也切成丁 切好也盖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剥好的玉米粒也放入盘中 再准备半个洋葱先切成条 再切成洋葱丁 切好盖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也改刀切成丁 切好再盖入盘中 一小块生姜和两颗大蒜子 全部切成薄片 切好一起盖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放入一勺生抽 小半勺蚝油 少许食盐 小半勺鸡精 再来一点玉米淀粉 少许胡椒粉 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再搅拌均匀后备用 接下来在起锅放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再把姜蒜和洋葱一起倒进来炒香 炒香后再把胡萝卜倒下来翻炒 然后再把腊肠和西葫芦丁也倒进来翻炒 把腊肠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然后再把玉米粒也倒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把所有食材都炒至断生 然后再把青椒丁也倒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几下 再把调制好的料汁全部倒进来 大火烧开后再给它煮两分钟左右 把所有的食材都煮熟透 最后给它煮至汤汁有点浓粗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米饭也已经煮熟了 再用勺子把米饭给它淘散 然后再找个小碗把炒好的配菜盛放入碗中 然后再把煮好的米饭也给它盛放入碗中 用勺子给它压紧实一点 然后再找个盘子把米饭给它反扣过来 再把小碗给它取下来 就这样一道好看又好吃的懒人闷饭就做好了 颜值特别高 连挑食的孩子都要抢着吃 里面有鸡蛋 有蔬菜 还有腊肠 营养特别丰富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